会计舞弊又称故意失真 是对有目的 有预谋 有针对性的财务造假 和欺诈行为的统称 商业世界中 会计舞弊屡见不鲜 屡禁不止 因为大多数人 总是躲不过天性里的贪婪 有数据显示 2002年 会计丑闻为美国经济带来了 超过370亿美元的损失 同样在这一年 美国政府颁布了 《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 又称2002年 《公众公司会计改革和投资者保护法案》 该法案大大增强的对企业会计 审计的监管力度 以及法律层面上 对企业管理层行为的规范 是美国资本市场 在制度与法律层面的一次重大变革 美国总统小布什在签署该法案时 称其为 自罗斯福总统以来 美国伤害界影响最深远的改革法案 而促使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诞生的 则是21世纪初发生的 如多米诺骨牌般的一连串会计丑闻 这场丑闻风波 以臭名昭著的安然财务欺诈事件为起点 将环球电讯、世界通信、 失乐等一大批企业剧情牵扯在内 可谓美国商界 在21世纪之初的最大震荡 其中全球综合性制造及服务公司 泰克国际集团 也被爆出45亿美元的债务漏洞 和超80亿美元的隐藏支出 此外 泰克首席执行官 丹尼斯·科茨洛斯基 谋取6亿多美元巨额非法收入的罪行 也一并被曝光 更是令舆论沸腾 丑闻之下 曾是全球500强之一的泰克 在两个月内蒸发了570亿美元市值 更为这场大地震添了一把火 被称为安然第二 大家好 我是徐冲浪 欢迎来到初上普拉斯 这里是美国商业简史系列第12期上集 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讲一讲 曾经的全球500强之一 泰克的会计舞弊案 和21世纪之初的最大会计舞弊风波 泰克国际有限公司 于1960年 创立于美国新泽西州 一位政府部门 提供关于固态科学和能量转换的实验服务为己任 随后 泰克稳步发展 于1974年在纽交所上市 上市一年后 一名29岁的年轻人 丹尼斯·科茨洛斯基入职泰克 成为了一名普通会计师 此时无人能知 看上去平平无奇的科茨洛斯基 将在20年后改变泰克的命运 种种传奇或神话中的主人公 总是从小就与众不同 但科茨洛斯基却并非如此 作为波兰移民的二代 科茨洛斯基小时候的成长环境十分普通 母亲曾经担任学校警卫 父亲则在公共服务运输局工作 是最常见的工薪阶级家庭 科茨洛斯基本人也未见特别之处 从小按部就班地升学 最终毕业于一所天主教大学 加入泰克后 科茨洛斯基勤勤恳恳地工作了17年 先是从会计师成为消防部门的总裁 又在80年代中期成为公司首席财务官 随后在1992年 被任命为泰克首席执行官 自然不是所有工作了17年的老员工 都能变成CEO 这样的晋升也足以显示科茨洛斯基的优秀 但和那些入职未酒变大方异彩 被破壳提拔的人物来说 这履历也就不够有趣了 若科茨洛斯基只是如此 他的名字恐怕成不了任何故事中的主角 但在成为CEO后 科茨洛斯基竟突然一鸣惊人 此前复国银行和摩根大通的故事中 我曾经提到过 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 掀起了一阵兼并收购风 在科茨洛斯基雷厘风行的领导下 泰克以积极进攻的战略 投入了这场并购风潮 在1992年至2001年的10年时间里 泰克以600多亿美元的总价 收购了超200家公司 最重要的收购 包括曾是全球500强之一的瑞凯公司 富国集团旗下的银行安保系统公司 还有著名电子元件供应商 安普公司等等 并购一向是企业扩张最迅速的途径 但这条捷径却是由钱堆出来的 1993年时 年净利润不超过9900万美元 市值才19亿美元的泰克 是如何支撑起600亿美元规模的并购的呢 华尔街帮了大忙 有媒体评价 科茨洛斯基十分了解华尔街的心思 他最喜欢跟投资人讲的故事 就是自己如何从一位工人穷小子 奋斗成大公司CEO 并立志于将泰克打造成新通用电器的 华尔街或许喜欢上了这个故事 再加上并购风潮下的时代红利 泰克获得了华尔街撒来的大笔大笔贷款 然而说一千到一万 华尔街的聪明钱流向的 从来都是有利可图之地 泰克确实让华尔街投资人们 看到了下一个通用电器的可能性 基本上 泰克每一次收购的新公司 都能迅速成为它的赚钱机器 带来大笔收益 比如说 泰克于1999年4月完成收购的安普公司 其1999年第一季度的稀税前利润 为负1200万美元 但合并完成后的第二季度 利润迅速增长至2.45亿美元 还有泰克于1999年8月完成并购的瑞凯公司 也是同样的情况 1999年三季度的上半段 继7月1日至8月12日 瑞凯该季度的利润 还是负4800万美元 但成为泰克子公司后 8月13日到9月30日 便突然翻身 实现了3800万美元的利润 子公司远超预期的季报 自然令母公司泰克的身价水涨船高 1996年时 已经上市24年的泰克 终于入选了标普500综合指数 迈入21世纪之时 泰克已经发展为一家多元跨国大公司 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元件制造商 防火系统和电子安全服务生产商 流量控制阀门制造商 海底通信系统服务商 其经营机构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 雇佣员工超26万名 继身全球500强公司榜单 但在一片繁华促进之下 地雷也然买好 1999年 某对冲基金董事长 撰写了一篇名为 《泰克的泰坦尼克号》的文章 对泰克收购某些企业过程中 存在的会计问题提出了疑问 他质疑 许多被泰克收购到公司的利润 总是在收购前一段时间 发生不正常的猛降 随后又在被收购后突然暴增 像是前文提到的安普公司 其在1999年 第一季度负利润的糟糕成绩之前 一直保持近1亿美元的稳定季度利润 比如1998年第四季度 就获得了8500万美元的利润 但收购前夕 安普稳定的季度利润折线 突然砸出了一个-1200万美元的大坑 又在收购后垂直上升为2.45亿美元 瑞凯公司也是如此 1998年后三个季度和1999年第一季度 瑞凯所获季度利润分别为2500万 6400万 5500万和5500万美元 然而在收购前夕 突然降为-4800万美元 又在收购后闲鱼翻身 其实泰克为了实现这种奇迹的增长所用的手段 并没有什么复杂之处 说穿了就是进行了秘密准备 会计中的准备项目 包括坏账准备 存货跌价准备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持有值到期投资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贷款损失准备和其他资产减值准备 共8类 准备项目的存在 本身是会计谨慎性原则的体现 即当某项经济业务 存在多种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时 应当对可能发生的损失和费用进行合理核算 而不可选择多计资产或收益的处理方法 一句话概括 就是宁可预计可能的损失 不可预计可能的收益 以存货跌价准备项目来举个粗略的例子 假设公司在某财年初 一次性以市值购买了总价200元的某产品 在财年末时 仓库中还剩有价值100元的该产品 但在这一年中 可能发生存货遭遇损毁 全部或部分成就过失 或者销售价格低于成本等问题 使存货成本产生不可收回的部分 既然购买价价值100元的存货 因部分损坏只能卖出80元了 那么原本成本100 减可边线净值80 等于存货跌价20 依据谨慎性原则 就应当对不可回收部分进行稳健处理 既对存货计题减值准备 这种处理方法 能实现对所有者权益的最大保护 可摇摆的人性 却可能造成谨慎性原则的不恰当运用 使八大准备项目之外 又派生出了第九类 秘密准备 从上述跌价存货准备的例子 就可看出 准备项目的计题 是对尚未发生 但可能将要发生的费用 也就是对未来的费用 进行计算和提取 既然是未发生的费用 就必然存在估计数 既存在低估或高估的可能性 而对资产价值的低估 或对负债的高估 会相应加大费用和损失 从而减少当期利润 报表利润与实际利润产生差距 这就将形成一个 报表上无法体现的秘密准备 或者说业界常用的形容词 甜品惯 继续与存货跌价准备为例 只有原价购买100元为真实数据 在尚未真正卖出前 80元的可变现数值 只是通过市场调查 和数据分析后的一个估计值 因此 公司还能够以产品过时 等主观分析为由 大幅计体90元的跌价准备 放大损失 使存货资产价值仅于10元 当下个财报季到来 该存货实际上并未如此简值 依然卖出了80元 那么该秘密准备就会被释放 进而直接使企业的当期利润 增加70元 财报利润超预期 下一步会发生的是什么 股民朋友们大概都有点数了 概括来说 秘密准备就是信入不证的公司 以谨慎应援则为借口 对利润进行调节 竟是操控资本市场的手段 这种手段并不少见 通用电器便是各种好手 一直称通用电器 为自己榜样的科茨洛斯基 确实在这点上学了个实诚 翻看AMP公司 1998年至1999年的财报 就能够发现 其一直保持稳定的销售成本率 但利润激增在1999年第二季度 销售成本率却骤降为历史最低水平 进一步分析利润表可知 销售成本率的骤降 是因为AMP在1999年第一季度时 既提了巨额的存货减值准备 相当于提前释放了 本营属于第二季度的销售成本 而瑞凯除了秘密准备外 还要被科茨要求在合并前 支付尽可能多的账单 无论账单是否已经到期 有数据显示 这些提前支付的款项 大约在5500万至6000万美元之间 极大打压了瑞凯的当期利润 然而这篇文章未能激起太大水花 因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随后为泰科开出了一切正常的诊断书 在对泰科的会计记录进行了调查后 SEC发布调查报告称 泰科的会计处理虽然激进 但在一般公认会计原则的范围之内 按照GAP的规定 采用购买法时 被揭秘企业在购买日后 实现的利润才可与购买方的利润合并 同样被揭秘企业在购买日前发生的损失 也不需要纳入购买方的合并范围 SEC认为泰科的操作符合该项规定 有了预言家发的金水 科茨洛斯基愈发肆无忌惮了 2001年6月 泰科对犹他州最大的金融机构 CIT公司发起了并购 CIT是一家创立近百年的金融老店 效益一向优秀 2001年第一季度 实现了1.59亿美元的盈利 但4月和5月 也就是泰科并购前的两个月 CIT却突然亏损了7800万美元 又在合并完成后的4个月中 实现了2.525亿美元的盈利 是合并前5个月的3倍多 这次用的还是老一套 既在5月份单月 便寄提了信用损失准备1.48亿美元 和合并重组准备5400万美元 此前整个第一季度 CIT也不过寄提了 6800万美元的信用损失准备而已 手段不在心 有用即可 科茨洛斯基为首的泰科高管们 将这种手段美化为财务工程 使得越来越顺手 一次测财务工程后 2001年年末时 泰科的市值已近千亿 年净利润超过50亿美元 在行业内仅次于通用电器 超过了另一家老牌巨头AT&T 从1993年的9900万美元净利润 到2001年的51.49亿美元净利润 不管这2001年的净利润 到底还能有多净 9年间5065%的奇迹增幅 还是让泰科成为了时代杂志报道中 所说的超效率的公司 科茨洛斯基本人也登上了杂志封面 他站在公司的直升机前意气风发 下面标注着 美国最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CEO 科茨洛斯基将这些赞赏照单全收 他的野心也进一步膨胀 他不再视通用电器为目标 宣称将把泰科 打造为一家可与伯克希尔哈萨维 相媲美的企业联合体 科茨洛斯基还立足于海市渗楼之上 激情掌握未来之时 隔壁安然这颗巨石 已经狠狠砸向了美国资本市场的深潭 之前说到SEC在调查过泰科的会计记录后 没能发现潜藏的问题 错过了最后亡样不牢的机会 SEC的发言人事后辩解到 如果我们对公司的所有账目进行检查 那我们一年大概只能检查三家公司 市值不容借口 但这一辩解也存在客观之处 会计记录的繁杂程度 不是亲自接触过的人 是难以想象的 这绝不是看一看年度报告中 最简要的资产负债表 现金流量表和利润表那么简单 而像泰科 这种业务庞杂 产品包罗万象的超大型企业集团的会计记录 繁杂程度还要再上一个台阶 但就算这样 泰科也依然无法和安然相比 成立于1985年的小小天然气公司安然 只用了15年时间 便飞升至全球500强公司榜单第16位 与埃克森、美孚、翘牌等百年老店平起平坐 这一发展速度 无人能出其有 1992年 安然联合其他大型能源企业 以能源集团的名义 上述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要求其放松 对一些关键能源衍生品交易的监管 并允许能源衍生品交易 在期货交易所之外的其他交易场所进行 CFTC通过这项提案 这一监管豁免被称为安然漏洞 在安然漏洞下 安然大力发展金融衍生品交易和电子商务 使公司规模得以迅速扩大 度过了早期扩张阶段 不管是评级机构、媒体还是华尔街 都给予了安然万千宠爱 但此后 早期红利结束 安然发展速度减缓 它来到了一个分叉路口 不正当手段维持高增长继续创造神话 安然选择了后者 资本重组成为了安然发展后期的核心词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 安然通过资本重组 建立了极为复杂的公司体系 它开始以资本重组为演示 通过错综复杂的关联交易 虚构利润 并利用财务制度上的漏洞 隐藏债务 在公司结构上 安然常常采用纵向持股的方式 将多家子公司融合为新控股公司 再以新公司的名义去融资 将新公司的融资能力发挥到极限后 又继续融合如此反复 详细解释一下 作为起点的安然 以51%控股了A公司后 A在51%控股B 尽管安然实际只持有B公司25.5%的股份 但却仍能实现对B公司的完全控制 但根据GAP 对于股权不超过50%的子公司 母公司无需合并其会计报表 控股链层就这样越来越多 实现控股所需的资金则越来越少 到了G公司时 安然便只持有其不到1%的股份了 但他又实际上完全控制了G的行为 于是 安然可以通过G举债融资 也可以通过G做关联交易转移利润 反正不必合并财务报表 那就大可把所有的债务 分散隐藏到下层公司 再把所有的利润 都集中表现在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上 2000年时 安然旗下各类子公司和合伙公司的数量 已经超过了3000个 这3000多家企业 作为上市公司的财务处理工具 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关联链条 成为了支撑安然 这个能源巨人的骨骼 然而 有骨骼无血肉 血肉怎么造呢 与编织关联企业网 相辅相成的另一个手法 便是安然独有的创造性会计方法 说到这儿 我来换张碟 请大家点开下集 继续播放